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新一集的 上流攻略 今天我們請來一位嘉賓 先介紹一下他30多歲 現在已經是一間德國公司 亞太區的總經理 好像有兩層樓 有老婆 有善慕的生活 高薪厚職 所以第一個問題要問Jerry 其實你有這些東西 現在80號都覺得我買不到樓 好嗎 第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富二代 是否老爸剩給你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我本身家裡不是特別的背景 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我自小在木屋區長大 木屋區現在很少 三十多歲那段時期還有沒有 有的 其實我想去到80年代後 還有的 去到90年前 我想已經逐步清查 其實說回那時候 其實我是從小到大 在木屋區長大 說一下環境 好 當然 可能比較鮮為人知 觀眾才有些規避 不是說 那麼多人可以經歷到這些童年的歲月 其實環境當然和現在的環境 當然不可以比 譬如很基本的設施 水電煤 會有的 但其實很初期 譬如水沒有自來水 原來是擔水 沒錯 因為木屋區 或者那條村 可能有二百多三百間的木屋 其實在哪一區 沙幾灣 沙幾灣的木屋區 對 其實就近西灣河 沙幾灣這個 是不是山上 在山上 其實就是沿著一個山 一個斜坡 有二三百間木屋 好 那怎樣擔水 擔水就說 擔水就說 當然可能有個地區 有幾十間屋 通常街坊會協力去到山 然後引山水下來 某個位置 很清新 在那裏就會集中 大家就在那裏拿水 即是公理日常 例如煮飯、洗澡 甚至大小二片沖刺的水 都是在那裏擔回來 然後去處理 即是要拿一個桶去擔 對 沒錯 家裏通常有幾個桶去儲備 擔水這麽有趣的故事 還有什麽呢 還有一些 或者沖刺 大家不會幻想到 現在拉馬桶一沖 東西就不見了 或者洗完東西就不見了 其實我們屋的另一邊 或者附近就會有一條渠 那些東西都會在你家附近出現 或者你走的路邊都會有一些渠 你會見到其實有時回家走上山 你會見到渠的骯髒東西 老鼠這些 其實這些是很普通見到的 你說回家都是半山的 那你是不是每天走上走下要走多久呢 其實每天走上走下 大約如果說下會快些 我想15分鐘 下也15分鐘 20分鐘至20分鐘 當然要看你年紀和你拿著的東西 天天運動身體好 沒錯 直至中一 那間房屋區清拆 就上樓了 上樓了 上樓搬去什麽 搬去公屋 都是公屋 哪個公屋 都有去做 都有做些事 Jerry都上樓了 你再說一下 你沒有屋區除了這些趣事 據我所知 你剛才提過 其實生活作為一個小朋友 物質生活可能差一些 沒錯 但你說其實很開心很過癮 其實是很開心的 有什麽玩 其實回想起 當然搬去公屋是很不習慣的 因為以前在木屋區 每家每戶都會打開門 小朋友一放假 跟駕駛駛 就會衝出去玩 有很多不同的玩意 例如有什麽呢 例如你們會聽過 有什麽 玻璃璃 冰竹賊 真是有特大地方給他玩 是的 我記得回想有個趣事 就是玩玻璃璃 玻璃璃當然是有一個人 獨一百聲 那些人就 Sick and Hide 沒錯 大家就躲起來 我記得 一玩到天黑 我和我哥 當然是被人找那個 其實躲起來 以前的木屋 因為每間貼著很近 有些縫隙 我們就躲起來 躲起來 直至到天黑 其實已經玩完了 我們打算自己很聰明 還躲起來 最後好像不對勁 為什麽沒有人找 就走出來 結果嚴重 媽媽出來已經找吃飯 找了很久都不見人 以為我們兩兄弟不知去了哪 報警 沒有報警 當然是喊打喊殺 結果那晚 是沒有飯食 不是 是加料的 陳屎炆豬肉 沒錯 這是傳統的 先是餐廳 先是餐廳 好 這是其中一個趣事 另外是鮮迷人知 可能是百號風頭 嘩 很刺激 很刺激 其實外面吹到很大聲 或者會有機會漏水 因為我們一些 屋可能有些鐵皮 在頂上 其實是防曬防水 當然吹到真的很厲害 一定是家裡的窗 或是貼上膠紙 都未必有用 這些故事 其實我想起 我們看什麼難興難递 好像六七十年代 那些感覺 現在你看 歲月神偷 那一幕令我想起 以前家裡 都真的是這樣 但人情味就濃很多 其實是很濃的 因為大家剛剛說 大家都開著門 例如你走上山放學回家 經過每間會門口 其實他是打開門口 你看到誰 六嬸 二叔公在那裡吃飯 三太公 對 在那裡吃飯 一家人在那裡吃飯 他會叫你 誰你肚不肚餓 進來 家裡相快 這些其實 是比較普遍 如果這樣說 由故事一轉 到你說上樓了 沒錯 上樓之後有什麼經歷 可以簡單說一下 怎麼可以令他今天 從上樓到現在自己有樓 有什麼經歷 其實經歷 上樓 其實開頭的感覺很新鮮 因為以前 走廿十分鐘才回家 現在不按過按鈕 搭過升降機 便回家 其實感覺很開心 當然也會有不習慣的地方 因為街輪社很封閉 大家關在樓門 回家便不會有什麼交流 其實 那時候 也有一個 由小到大 比較活潑 通山走 習慣了通山走 就很不習慣 習慣了 困在石屎樓 沒錯 但是 也很難抵擋這個性格 接著去到那裏 踢球 很喜歡踢球 即是不想在家 對 一放學 回家放了書包 基本上落父親球員 就踢球 說你的事情 真的很開心 但是 純粹踢球 即是玩捕捏捏 就不會做到總經理 當中有什麼轉捩點 過程 轉捩點 最主要 其實讀中一 中二 中三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踢球 上學 考試 過關 其實成績都是一般 可能去到 中四 中五 其實我本身中五 其實重複過一年 第一年 其實出來的成績都不是太差 其實都是全績 其實 其實最主要就是 其實可能家人 好像爸爸 本身 因為他以前 在六七十年代 在國內偷渡下來 本身他可能教育水平不是太高 但是 或者家人給不到 他其實都經常鼓勵 你讀書 家人其實都會無限地支持你 例如你在經濟上 你都不用擔心 如果需要錢 其實家人都會給你 或者盡量去滿足你 那父親是哪一行 其實父親 當然當時下來 就沒有太多選擇 就做一些體力隆動 例如三行 裝修這些工作 那 已經退休了 爸爸 其實他 其實 經常就會講回自己小時候的經歷 其實我們小時候 好像剛剛說踏那些木 其實是 一手一腳 即一草一木都是自己踏出來的 從山腳抬到山頂 其實他的故事 其實是給了啟發 或者一些動力 你獅子山行故事 沒錯 類似這些 給了一個動力 譬如中五第一年 好像全身後 其實上不了中六 其實自己看一看自己本身的 就是家人的背景 另外看到身邊有些親戚 有些小朋友 或者他們的子女 都上了大學 那一刻就突然有一個 有一個憧憬 就想不如都試一下 反正現在都全身 不如試多一年 看看可不可以上到中六 中七 甚至跟著上大學 那一刻就是一個動力 最終入了哪間大學 讀哪一科 最終其實就入了浸會大學 讀Physics 即是物理 讀Physics 好像沒有關係 對 其實都 有人感覺是找不到食 其實是的 但其實在香港而言 其實到現時 我都覺得 其實不是很重視科學這個發展 其實在外國 一些科學方法 Physics Camp 擺柯這些 很流行 或者是很吃香的科目 其實在香港 當時為何選了這一科 其實當然都要看回成績 因為A-Level本身 也不是考得特別好 也不是特別差 但因為我本身 A-Level本身是英文不合格 其他術科我都不錯 真的嗎 是的 因為那時候是記得最后一年 97年 就說你進去 你讀多一個課程 兩個月 即補回英文 補回英文 因為其實我們術科 通常都會收一些 我們叫做低腳 即是斷中文 或者斷英文 我的同學的成績其實很好 有3A 即是術科有3A 但只不過是低腳 所以語文不好 好 其實那一屆 我們很多同學都術科很有儀 即是很厲害 很厲害 即是計數 可能是科技 很幸運 我都很幸運 剛好 叫做抬車邊 那一屆剛剛收起來 就進入大學 就試試大學的生活 當然 大學畢業之後 其實大學畢業之後 其實開頭打算繼續讀書 畢業之後有3個月 去了成大做一個研究的工作 即是研究助長 對 類似 因為他再上去 其實你可以讀一個教授學 當然你一邊做研究 就會有工資 另外一邊讀書 可能兩年到三年半 你就可以得到教授學 其實做了大約三個月 就覺得 其實那份工作 真的不太適合自己 因為每天就去 地牢的教授 對著伺服器 就在那裡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 computer simulation 就覺得很悶 都是 好像不太適合自己 接觸是人群 對 最後就找了一間 是一間討論公司 做一些科技的儀器 做銀行 例如是甚麼 一些我們叫做 即是紅外線 像你現在 譬如去到口岸 看到一些 螢幕鏡頭 在那裡量度體溫 沙斯那時候 應該是大大 也是的 沙斯其實很多行業都不太好 但其實我們就 其實很忙 但是 都有些風險 因為我們常常去一些 口岸和醫院 即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而疫症流行的時期 沒錯 我們就 其實都會 比較小心 都裝備到自己 因為其實 那時都有一些 很嚴重的 SARS這些 真是致命的 所以都很小心 當然 怎樣說 見到別人 其實其他經濟不太好 但自己都 剛好有這個機會 很多人通常都說 什麼疫症 天災 某些行業 會突然 有來才有機 沒錯 例如口罩 那時候 大賣 後來 你做了這份工 其實 後來 做這份工 大約五年左右 五年 都短時間 對 其實累積到一些經驗 例如 類似銷售 或者市場 市場 經驗 然後 因為 始終都是 交易公司 然後找到一間 其實都是叫 德國公司 本身是生產一些 高科技儀器 它是一個廠 當然 想再試試另一個 譬如 現在做交易公司 不如做一些 製作者 或者做一些 公司 看看 拿到其他不同的 是什麼高科技儀器 其實就是一些 大家現在常常聽到 一些藍米技術 那些技術 是一個很微細的 體積的東西 我們就是 那些 儀器 其實用在科研上 或者某些領域 譬如半導體 譬如 這些晶片 為何可以一個 甚至小晶片 有很多 不同的電腦 很高科技 對 其實都會依靠我們這些科技 去促成這件事 國安公司 都是德國基礎 本身公司在上海 我又在上海工作過半年 半年這麼短 因為它 我掌握的市場是華南 我其實最主要是去那裏 去訓練 跟公司的同事 起碼有些 基本認識和溝通 回到公司去認識 其實那時候 就促使到我 為何有一個第一個想法 就是想置業 置業 置業 還是創業 置業 哪一年 2004年 剛剛沙士 沙士完了 你的層樓賺很多 現在來說 其實都是不錯 如果說樓價當然是增長了很多 但那時第一統金 其實坦白說 你都是努力工作 然後省些錢 就是儲首期 是嗎 都是儲首期 其實都是儲回來 最主要 沒有其他甚麼特別投資 例如股票 我都沒有 即不用一定靠炒股票才發達 不用每個人都說 一定要跟汪Buffet學習才能買到 對 或者跟Buffet學習才能買到 可以找到某個金額 然後開始置業 但現在有很多 可能我們同輩 年輕人 都覺得 他不是不肯儲錢 他經常都是這樣說 我不是不肯儲 我這麼欣賺怎麼儲啊 即是儲三千元 三千元給家 當是九千元人工 三千元給家 然後再吃 坐車 只剩下那一兩千元 我儲到何時才能置業呢 其實都不是這樣說 每個人都看你的決心有多大 當然 例如我當時 我都是 人工不會很高 但當然大家自己都盤算過 給了一個手期 其實之後才是最 最金的 即是你怎樣去每個月 每個月 那些一定要付 即是來收你樓 這些不是說 還有你有基本的支出 其實那時候都會衡量過 但其實這個我自己看 真是一個挺好的 反應 固然你儲首期的一個決心 沒錯 儲完之後 因為你背了那個 那個優勢上身 沒錯 就逼你每個月 都要節衣縮食 因為 中歸你都不會想斷供 即是供不到樓 所以你就會自衣縮食 勃起一筆 自然會節省一點 沒錯 又努力一點做事 又沒有那麼容易想要轉工 其實這件事 其實都是類似 即是小成多 譬如我家裡 你一開始不會買很多 什麼家電 或者什麼影音 都是慢慢一 逐步逐步 添上去 套館自己的房子 是的 也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年輕 沒有可能 又不想問家裡拿錢 因為其實家裡 即是父母做事都辛苦 又不想給太大 即加重他們的負擔 但當初置業 其實是 純粹當是一個投資 我突然間 我都存到夠錢 我要計劃這樣做 還是不是 我都需要搬出家 其實第一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我本身是 home office 即是有這個需要 其實想有自己的空間 例如看到一些朋友 有些朋友 即是身邊有些朋友 都置業 見到其實都不是太困難 即是我自己本身 也有某個金額的首期 不過我也試一下 其實也嘗試一下 反而可能鍛鍊到自己 有一個責任心 即是每個月 好像Thomas所說 每個月 有個定額 有個定額 真的要付出去 某些錢 你真的不能亂用 或者不要亂化 講一下 home office 我真的覺得 理論很好 時間又容易用些 你自己控制 但通常我自己想想 home office 我自己就不行了 又打機 又下去 其實也是 可能會加不到功課 對 其實想起 其實都很 很 即是大家 可能身邊的人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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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自己的時間安排 做甚麼都可以 其實都不是 反而要求你 記錄性要很高 對 其實我 那時候 可能八點鐘便起床 茶洗麵 吃了餐 準時 九點 基本上都發出 例如有同事會打來 因為我本身是做 又有客人會打來 或者其實很多事都要親力親為 做 例如寄信 一些文件 你都真的要走到街上去 去郵局 或者找最近的職員 因為有些註冊不收 你便變了有很多事都要親力親為做 反而更鍛鍊了你要認識很多 公司上流程上不同細節的東西 那你這份工作 你說你都做了五年 這份home office 做了大約三年左右 然後轉捏點在哪 轉捏點在哪 轉捏點在哪 其實本身市場太過尊重 很細 其實對於我來自我 開始發揮不太大 市場太細 又不是做得很廣 其實開始想 不如也曾經試想創業 也有一段時間是真的出來創業 大約維持了九月至一年 有些朋友一齊出來 就想搞 之前就賣一些 資訊軟體的儀器 自己就跟朋友或者伴侶 就開始搞一些類似 類似一個貿易的工作 或者一些 做系統改善的工作 最後當然是某種原因 就是分開了 我當然也要找工作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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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一份 不知道我為何 是否跟德國公司結合不戒原 其實都不是說自己有意的 他特地去找甚麼公司 剛好在球職市場 那些 Online Jobs TV這些平台 找到這份工 他就是一間都是德國公司 賣一些設備 都是德國做賣來亞洲 甚麼設備 就是做眼鏡片的 眼鏡片 做眼鏡片的設備 即是你驗完眼馬 你幾多度近視 哪一度遠視 他又幫你磨 一個框 那時候 磨化鏡片出來 就是因著你的倒數 當然有一系列的流程 假工的流程 但我們就做某一部分的設備 去配合這個生產 市場也有一個很理想 大家都是鮮為人知的 我想戴眼鏡的人 始終多於用過眼鏡 沒有發燒的 沒錯 當然會比較廣 應用 或者一般人 這些都是一些 產代壽命 會更快 對 因為我們都叫做 擁有的產品 可能一個眼鏡的 兩年 或者現在是流行的服飾 人們戴眼鏡 可能兩年就要換一換款 連戴鏡片都要換 對 但主要面對的客戶 其實我當時是負責 亞太區市場 包括中國、韓國、日本、台灣 或者東南亞 遠自澳洲、澳紐這些 都是要負責的地方 所以當時開始會履息出差 去不同國家 或者接觸不同國家的人的經驗 開始 這是之後的工作 大約做了四年左右 接著到現時的工作 當日的主演工 有沒有什麼神奇經歷 其實神奇都有 有的 其實我在之前的工作 其實都做得開心 也是滿意的 公司也給了很多機會 但是現在的工作 剛好以前有了九同事 其實是同行 即是同行 他就打電話來問我 有沒有興趣過來 我們那裏 我們會想著去亞洲 其實不是說高薪 對於自己有吸引的地方 就是那個發展 那一定是 沒有什麼可憐 當然有更好的地方 我才去 當然 當然 他待遇一定會比現時的 我們都很實際 你講實際號碼 講一下百分比 都有 六七十個百分比 就是增幅 六七十個百分比 都沒有限白 就是無可抗拒的誘惑 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 讓你有一個平台 另一個平台發展 就是由沒有辦公室 到設立了一個 即是地方辦公室 這是一個很寶貨的經驗 一手一腳 是程頭 叫不叫開放 都叫做開放 因為他們本身 是亞洲沒有辦公室 我想我們第一節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們跟Jerry聊到現在 第二節的時候 再聽聽他 如何在開放的環境 再創一番新景象